台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日前宣扬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言论 拒绝承认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一个中国不仅是历史 更是现状是事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民间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的幌子 绑架民意 拉台湾老百姓为台独垫背 其心可诛 其心可耻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对此有清醒认识 不受蛊惑 不被裹挟